興捕獵芽 silicone 演成 11演繹它是從1978年開始 但是我只是在思考说 为什么1987年后解研 在戒研时期的这个演习 为什么还是会持续致敬 所以这表示 这当中肯定在国家或政府里面 觉得某一种对岸的威胁仍然存在 只不过说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这样 这件作品叫《日常演习》 毫无疑问它是会让人想起战争 日常战争 但是这个战争并不一定是 大强大炮所发生 它可能可以发生在经济上 它可能可以发生在移工上面 可以发生在难民上面 或者是我们现在COVID 那这些病毒 它战争其实是以各式各样 不同的形式来形成这样 所以就看我们目前所处的 整个环境周遭等等 其实都是处在一个 类似战争的一个状态当中 为什么会在水缸里面爆炸 因为这个作品名称叫齐聚如师 那它的意思就是 所谓的一种天地人神的一个和谐相处的一个状态 但是为什么会提出这个 那表示说七居难以为师 所以才会大声几呼这件事情 我就不断地在思考说 那我们人的一个存在 如果所谓的安全或者是舒适 这个七居是舒适的 那它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我就想到 是不是婴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 的羊水里面 是不是是最安全最舒适的状态 所以整个客厅就被安排在一个水里面 爆炸它有一些意思 比如它是毁灭嘛 可是它某一种也可以想成是一种重生 毁灭跟重生它其实是一体两面这样 那在作品的形式它是一个 singless loop 就是无缝循环 所以那个爆炸它就不会显得那么的暴力了 当它循环的时候像是梦境 所以它就会有点处于 现实暴力跟梦境之间 每个人对生命的看法有不太一样嘛 可能我这一方面是比较悲观一点 那七居如湿的一个状态是 是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嘛 从我最早的作品到现在 一直关心的思考的 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现在社群媒体我们每天早上很习惯 就这样打开看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 然后就是一堆没有经过整理 不管是世界上的大事啊 或是亲朋好友去哪里下午茶的小事 全部混在一起 就是太大的资讯量 这种很复杂的感觉 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所以就把它用画的画下来 也没有说我画下来 它变成一个解决的方法 也不是 我透过绘画的这个过程 就一边想这些事情 然后一边画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去慢慢去反除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感觉 然后也希望可以 就透过绘画的方式 带给大家一样的 或是说类似的 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反省 但是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个世界 每天资讯这么多 很容易就是随波逐流 你看到很惊恐的 你就是整个身心就是跟着是那个状态 看完这些之后 还是回归到自己 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要有个判断吧 我觉得要适度的去练习 就是回到自己 就是没有这些外在是怎么一回事 不管是不是很形式化的你去打坐冥想 就觉得要有一个方法 让自己可以静下来 然后去用很冷静的心情去观察 所有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这个作品的源头是有一本书叫Future Shock 就是中文翻成未来的冲击 那我就引用这个同名 这本书的同名 当作同样这个名字 来当作这个作品的名称 它是一本1972年翻译出来的书 但它原作是1970年 由那个I Open Tofter写出来 它是美国的很有名的未来学家 所以其实台湾的时候 又是戒严时代的最后20年 所以它几乎是在冷战的架构下面 发生了一个微小的事件 可是这事情我在50年后 等于说它是50年前的一个预言 我在50年后从我阿公的书架上找到这本书 我才要回想起来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很奇特的时空 还有政治的气氛在里面 如果70年代有一部这样的电影 在讨论未来的冲击这本书的话 它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是以这个设定去制作这一件作品 那它的三频道就是一个电影的展开这样子 所以我回到高雄 为什么高雄是像都市文理里面 这边还大量保留70年代建设 台湾70年代建设逻辑下面产生的东西 比如说发电厂 或者是大型的国宅 project 这样 又或者是很多老的建筑装滑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柜台 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年代诞生的 所以有点像是在70年代的废墟里面 重新回想70年代的关于未来的预言 那这个预言是来自50年前的预言 一个来自过去的未来这样子 所以是以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方式去捕捉 它里面的画面可能跟里面出现的理论 又好像不直接相关 有点像影音分离 就是说你在阅读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它当作一个科学纪录片的看 但它又有这个外貌 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树立或者是奇特的感觉 回头看台湾的现况 台湾遗留下来的 你说它有悲观吗 它可能有一点失落或者是失望 但我不会将这个情绪导向说 我对未来是悲观的这样的结论 我比较像是打开问题的人 或者是打开感官的人 那我去发出一个邀请 请观众回到那一个我设定的时空里面 重新思索这件事情 但我不是那个答案提供的人 我不是这样的角色 下集中是从中心里面 提供人地帮你们 它们进去成同队 让他们人类估放在一种心理的协讳 中心里面 内与你一ви 这种心里面 我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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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雷斯台灣 欸 欸,雷斯 欸,台灣綠朗 台灣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在衝突的最前沿吧 就是我們現在過著就是一種既和平又不和平的一種狀態 好像就是一直在準備著什麼事情要發生的那種感覺 我們的生活它其實是一直活在一種表面的狀態下 如果我們把這個國家或是什麼把它當成是一個舞台的話 那它這個舞台的有很多其實有很多後台是觀眾看不到的 只有在真的參與就是進入到那個後台的時候 你才可能才會知道在這個後台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做了很多小人嘛 然後他們會說著我們聽不懂的語言 就有點像是說我們把自己外部畫 再重新去看那個被作為替代的人偶的時候 也許我們可以以旁觀者的角度去看一下自己生命的狀態 在這個地方生活的人 他們對自己的自己的命運是如何去感覺的 那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個類舞台劇的形式 就是它主要是我先搭建一個場景 那根據這個場景去產生裡面的故事 生長在台灣這個地方 從小到大經歷過一些事件 然後是包括80年代的經濟成長 然後90年代的一些社會的轉變跟動盪 發明朝或是移民朝這些之類的 那它背後其實都是有反映一些社會的現實在裡面 就等於說我把這些小時候這些記憶或什麼 就是把它全部就是放到這個作品裡面 來作為書寫這些故事的線索這樣子 那些譬如說《台灣之光》《經濟奇蹟》這些 它背後具有一些比較複雜意義的脈絡 那我基本上就是把這個脈絡把它直接切掉 就是取它字面的意義 直接的去重新詮釋它 在從小的知識建構裡面 都會一直不斷的去重複同一件事情 對我來說我覺得它有一種 藉由量變成值 就是大量的灌輸 然後大量的重複 它就會把那塊記憶就是 或是那塊知識就是深深刻在你的裡面 我覺得其實倫語也是 它其實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上面 像是一種帝王術 它其實是非常方便統治人民的一種方式 因為它教大家要怎麼樣當一個好的層子 會不會在台灣也是透過這種倫語的方式 讓所有的人民就是比較好去被受教育 去在課堂上面詢話 未來就是可以形成國家機器的一個部分 這些問題似乎可以在這件作品裡面被討論 因為我們講到現今的人工智慧 它有很多種方式去做學習 其中一種叫機器學習 它其實蠻多還是用大量的知識資料灌輸給它之後 然後它用一種經驗法則 才去理解出來或是分析資料出來 產生一些新的預測 對那我覺得這一塊其實 不管是人工智慧的發展上面 然後甚至是東方的知識建構 我覺得他們都有一些相關性 我們可以不用透過過去的這些學習的話 那到底還可以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因為機器不像我們人一樣 比如說像我現在在訪談 對我現在在走路 但是我有沒有可能擔心 就是隕石會掉下來 這件事情 但是像我們人的知識裡面 就是這件事情是 我們不會把它很提心吊膽的 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對但是機器的話 它有可能會 因為它沒辦法判斷 它認為那個還是一個機率在 所以變成說第一個是框架問題 我覺得框架問題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個我覺得是 未來人他可能比較多學習的 是一個框架的制定 或是不斷的去討論知識的建構 像我們是怎麼決定 就是數學或是英文或是國文 它變成我們國民基本素質教育的一部分 那未來聽說城市設計也會 對那這些知識到底是怎麼樣決定 我們一個國民基本素質 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許多的一些關於知識的建構 或是框架 或是更多創造性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是我們人類可以去學習 或是去討論的地方 這個作品主要的構成呢 是把我過去十多年 在世界各地進駐庭野調查 所收集下來的一些檔案 還有不同的媒材 做一個彙整 這些檔案跟記憶裡面 合成起來的一個生態的 一個新的生態的系統 那這是我想到的一個未來可能的一個風景 那這個生態系統裡面呢 也充滿了無限的無數的科技系統 兩個是密不可分的交集在一起 整個裝置作品其實就是一個景觀的營造 所以不同的觀眾呢 可以選擇他們隨時想要參與 還有隨時想要抽離的時刻 還有位置 有點像是我在世界各地 踏查 那觀眾在我這個景觀裡面 踏查 算是有一個這樣子的意涵 觀眾集體在這個作品裡面 漫遊的那個狀態呢 也算是協助我去完成這個作品 我的繪畫尺度不清 這裡這裡沒有人的重點 沒有人的重點 那些機器 製造了一些機器 他們也製造了一些機器 還要跟人的機器 藝術家在當代社會裡面 需要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而我 要關注的是現代社會裡面的各種科學思維 科技的進步 以及工業的發展的觀察 與研究 有不同產業的起源 跟我們的自然環境 當然就是跟天然資源的掠奪 這之間有著非常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連我自己要找什麼 沒說得清楚 但是我知道 我要找什麼樣的問題 中華文言延續著這個人戰時期 一直到後人戰時期 他一直都存在一個比較曖昧跟混沌的一個主境 這主境是整個歷史架構所塑造出來的一種性格 他這種性格就造成了我們在這個島嶼上面的這些移民好了 民國移民來講 就會有一種很奇特的心理狀況 我採取這件作品主要談的就是 它是一個index 它是一個所以 所以過去我90年代到1920年30年當中 進行過的十幾件的行為觀念藝術作品 包括了成功大陸行動 本土在領行動 然後到最近萬歲萬萬歲了 這裡面談的其實就是一個民國移民 移就是移師的移 失去民國的移民出家辟度 在深山裡面修煉 然後他在回憶 他過去用這種大歷史的題材去談歷史的回憶 進行的一種黑色幽默 黑色喜劇 因為對於我來講 古代文人的每天用的就是毛筆 那我們每天用的就是 箭字筆或者說是原子筆 因此我後來就是發現出了一個 新的一種會畫的方式就是 所謂的硬筆三水畫 所以我用新的技術跟新的手法來重新去思考 什麼是現代文人 什麼是國崇家恨 什麼是血緣這種關係 文化就是一直不斷在變異了 沒有永遠不變的文化 只要是僵部了 就是已經凍結 不會再成長了 都是屬於一項畫的一種文化 所以需要打開它 透過這種比較奇特的方式 來塑造我的一種詭矩 給我畫面跟情境